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除此之外呢 它的车标 阿标也是可以点亮的 那么在这个前引擎盖下方的还有个小小的工具储物盒 虽然说装不了太多东西 但是一些小的储物工具放在里边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来到车身侧面呢 你会发现非凡FC的整个车身线条也是做的非常的舒展的 它的车身长度达到了5米 轴距呢 是3米 跟同胞兄弟之节L7相比呢 是要略短10公分左右 但是呢 它依旧有一个非常舒展的姿态 那么除此之外呢 在一些细节部分 比如说这个黑白相间的五星轮毂 让你一眼能够辨别出它是上汽旗下的一款车型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这台车还有一大亮点 就是四个车门都采用了无边框的车门设计 而且呢 四个车门的玻璃厚度我刚试了一下 都是双层夹胶玻璃 比很多市面上的所谓的双层夹胶玻璃的厚度来的更厚一些 既要追求它外观的一个帅气 另外呢 也要保证车内的一个静密性 我觉得这一点呢 非凡F7是下了非常多的功夫的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隐藏式的门把手 还有整个车顶是被一整块全景天幕给覆盖的 这个全景天幕不仅仅在车内 让乘客拥有更好的一个通透感 在车外看上去啊 整体感也会更好一些 这个部分的间线呢 我觉得也是做出了相应的宽度 体现出来了这台车的一个力量感 非凡F7的尾部呢 我觉得也是体现设计师功力的一个地方 因为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型啊 就是非常直接的给到一个贯穿式的尾灯 加上一个微微上敲的小压尾 这个就是一个统一的模板了 但是呢 在这台车上你会发现贯穿式的尾灯 在这里呢 阿尔标中心呢 会有一个汇聚的收拢 这个线条的汇聚呢 会有一定的力量感的一个收敛 另外呢 它的整个的层次感是比较突出的 包括小压尾 尾灯 还有下方的整个的扰流板的一个造型 看上去呢 这台车既有力量感 但是不是非常的突出 或者说做的是比较内敛的一种行为 那么另外呢 就是它整个的后备箱 开启方式 电尾门 先被式的尾门打开之后呢 开度非常的大 而且你会发现它的整个后备箱的一个空间 既平整又宽敞 比一般的三项车都要能装一些 而且如果你有一定的装载比较长的货物的需求 直接把后排座椅放倒之后呢 也能满足需求的 另外呢 它还配了一个外放电源 这个也是比较符合现在很多年轻朋友 喜欢出去露营啊 这种使用场景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到车内看一下 这台车的亮点所在 坐进非凡F7的车内呢 我发现了一些很熟悉的元素 比如说这个座椅调节的面板 像什么 有没有很像奔驰 但是呢 它是物理按键的形式 比现在奔驰那种触控式要好用很多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整个43英寸的打电屏 可以发现它的尺寸是整个内嵌式的 给人的感觉整体感非常好 而且这一套车机呢 是内置的高通骁龙815芯片 所以说在整个算率部分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不过呢 这台车的一个切换的流畅度 我觉得是有所欠缺的 可能是屏幕的一个刷新率不够吧 另外 副驾的娱乐屏 其实我这个角度看过去 它是防偷窥的 为了驾驶安全 另外呢 它除了支持娱乐功能看视频之外 它还能单独的设置导航 所以说呢 也能帮助驾驶者 分担一些驾驶的这种任务在 那么另外一点呢 就是 中控台这一块 质感是做的非常好 包括它的阻尼 它的回弹 还有这种升降式的杯架 我觉得仪式感是有了 而且它做出来的用料做工呢 都有着非常不错的体现 不过我觉得这一块也是有那么一点眼熟啊 很像Smart的精灵一号的感觉 不过说回来 它这个座椅是真的舒服啊 官方给到的称呼叫做巴赫座椅 巴赫就是弹钢琴那个巴赫 是因为它在这个头枕里边 也内置了音箱的扬声器 除此之外呢 它整个的坐姿 还有它的宽厚程度是非常宽大的 真的有一种沙发的感觉 我在这里甚至觉得有点 卡不住我的感觉 不过呢 它的前后座椅呢 都是带有通风加热的 并且前排两个座椅还有按摩功能 我觉得这一点在整个舒适性配置上 是做的非常不错了 非凡F7四个车门都带有电信门的功能 这一点值得称赞 那么坐进后排呢 先说一下它空间部分的表现 轴距达到了三米 我的腿部和头部呢 都有非常充裕的空间 而且这个后排的椅背呢 可以通过这个按键进行调节 稍微向后躺一点呢 会觉得更宽敞一些 那么值得称赞的第一点就是它这个座椅 跟前排保持了一致 非常的宽大非常厚实 对腿部的一个称托呢 也是非常到位很舒服 而且中间给到了一个中央扶手 也是很有仪式感的升降杯架 另外呢就是它前方给了一个小pad 这个pad呢功能比较丰富 有空调座椅的调节 还有氛围灯的调节 另外呢它可以播放视频 播放音乐 是一个多媒体的一个屏幕 只不过视线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 不过呢也能丰富后排乘客的一个娱乐性 那么整个天窗或者叫天幕的尺寸呢 是直接通到我的后脑勺后边了 接近两个平方 唯一担心的就是夏天天魔 可能要麻烦一些了 那么在动力部分呢 非凡F7分为后驱和四驱两个版本 后驱版车型最大输出功率为250千瓦 CRTC工况下综合续航里程为600公里 四驱版车型最大输出功率为400千瓦 百公里加速时间仅需3.7秒 CRTC工况下综合续航里程为666公里 作为上期非凡的第二款车型呢 非凡F7依旧是一款颜值能打的车型 除此之外呢 车内的空间配置以及整体的一个乘坐舒适性 我觉得在这个价位也是达到了一个领先水准 那么上期多生孩子好打架的策略呢 我觉得是逐渐奏效了 那么目前这款车型处于一个预售阶段 预售价格呢是28到35万元左右 那么在本月的27号呢它将迎来正式的上市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是你会选择这一款上期非凡F7 还是未来的ET5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探电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